吃完早饭 两个学生回各自房间去上网课了 我现在要出门去草市买点菜 下了两天雪 今天要出去买东西了 朋友圈里有朋友问我 英国疫情期间 我在家一天都是怎么过的 现在正好是学生放假时间 还没有开学 有两个留学生住在我们家 我就干脆今天就把我一天的活动内容都拍下来 看我一天都是做了哪些事情 现在给钱打风玻璃吹热风 放大发去 老虎 青春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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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再加上这两天下雪 天气又冷 路上看不到什么新人 今天不下雪了 好像到超市来买东西的人 还不算少 这一块排骨看起来不错 股磅前不到 再买一块肉 是带皮的猪肉 还挺不错的 不知下面这几天 还会不会再下雪 所以今天买了不少 够吃两三天的 这个超市离家已不算远 开车十分钟不到 现在这个针上都没人 空荡荡的 先把它倒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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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小区了 邻居一家人出来带两个孩子 在玩雪 回到家就要开始做中饭了 过一会儿孩子他们就该下车 这个肘子不错 这么大一个肘子 七磅肉前八磅肉前不到 这个肘子做一个姜肘子挺好的 太花时间了 昨天晚上吃晚饭时 这个学生说 今天中午想再吃一次 我做的炒饭 那就今天开始做炒饭吧 今天做的炒饭 是用肉丁、鸡蛋、胡萝卜丁、豌豆、玉米粒 还有炸菜 主要是这些料 然后把放在冰箱里冻了一晚上的米饭 浇上刚炸出来的葱姜油 这样子味道会更好一点 然后加入鸡蛋液 然后加入鸡蛋液 把它拌均匀了 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鸡蛋液 这个时候先把肉丁炒出来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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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翻炒一会之后 加入炸菜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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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盐 盐 以及我自己用十三香 鸡精等配置的调味料 再撒点胡椒粉 然后把之前炒好的这些辅料全部加进去 然后翻拌均匀 就可以了 正好这时候两个孩子刚下头 正好这时候两个孩子刚下头 味道还好吧?今天炒的? 好吃 好吃吗? 在孩子们吃午饭的这个时候 我把晚上要做的菜 一些需要提前准备的东西 先把它加工一下 今天在超市买到了小毛鱼 晚上要准备做一个炸鱼 然后把鱼洗干净之后 用酱油 胡椒粉 盐 葱姜蒜 把它腌一腌 还有料酒 腌上几个小时之后 这样子炸出来的鱼 才有味道 今天在超市还买到了排骨 所以还准备做一个排骨海带汤 现在把海带拿出来 洗洗把它先泡起来 还有这个排骨也需要把它加工一下 然后放在水里面多泡一会 把上面的血水给它去除一部分 中午结束了 中午结束了 现在要把早上和午饭 用过的锅碗瓢盆 还有这些刀具 灶台全部清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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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今天在超市買到的那個 这个面包是刚做出来的 这个叫什么的 这也算是面包吧 面包呢外面是那种粉红色的 看起来挺漂亮 吃起来挺好吃的 这是我第一次买 有鸡蛋、牛奶、芝麻、大豆、黑麦、小麦、燕麦 看来营养挺挺好的 这是面包是鲜好的 挺好吃 可以明天早上给他们做炒饭 吃完粥饭把东西都收拾好 下午的食材稍微准备一下 这样子都已经到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差不多四点钟不到 就开始要做晚饭了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 哎呀 每天都忙啊 休息了一个小时 现在开始做晚饭了 先做这个排骨海带汤 先把泡好的排骨焯一下水 放入葱姜还有花椒粒 用凉水开始煮一煮 然后这时候把海带也泡好了 把海带清洗清洗 切成块 这个时候把炒好水的排骨清洗干净 重新放入锅里面 把料酒 八角 桂皮 开始煮排骨 这时候小鱼也腌好了 把它稍微拌一拌 下面就开始调面糊 用鸡蛋 生粉 还有面粉 把它放在一起拌均匀 然后再加点水 把它调成这种细细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面糊会要是太脆的话 太黏的话呢 炸水比较脆 比较好吃 但是问题是它太细油了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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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炸着小鱼 那边排骨也炖得差不多快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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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炸着小鱼 那边排骨也炖得差不多快吃了 然后这个时候把海带倒进去 然后再用火煮差不多半个小时 排骨汤就可以滑了 再炒一个青菜 再弄一个素的 炸点小鱼 吃完晚饭收拾完 做事都已经到晚上了 在睡觉之前 在活动活动 这个时间要是不活动的话 我一般就会把白天拍的一些视频 晚上开始来编辑制作 自从几个月之前 在朋友们的建议下 开始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传视频之后 我经常晚上是夜里熬夜编辑视频 哎呀我在现在都是受不了了 疫情之前一个人住在伦敦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导游 我说晚上回到家没事了 我就去锻炼身体 现在疫情在家都快一年了 很少锻炼 现在身上的肌肉都已经萎缩了 疫情之前体重是74公斤 现在只有70公斤了 肌肉都已经萎缩了4公斤 现在在家里 这种只能叫做活动活动 都不叫锻炼 很多人宅在家里 吃了睡睡了吃 都长胖了 我都反而减肥了 本来就不肥 现在又减了4公斤下去 这是疫情之后 买了两个哑铃 准备在家里锻炼的 现在一家人除了我偶尔居两下 现在谁也不碰他 这一个哑铃10公斤 两个哑铃40斤 活动完之后 没事了 基本上就要么去看看新闻 编辑视频 要么就洗澡睡觉 这就是疫情期间 我宅在家的一天生活